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接口与实现 非常的重要 又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Java里面 我不能多继承类 但是呢 我却能够多实现接口 这是Java的特点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接口定义抽象逻辑 然后咱们再把它给实现掉 好 那么介入咱们的干货过程 干货过程 咱们看啊 时代演习 今天咱们要干什么 首先说 我要定义一个数据库的接口 然后 我再定义两个数据库的类 分别实现相同的接口 然后呢 我引用一下 我定义的这两个类 看该怎么引用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 大概实现接口的过程啊 咱们先一来这看啊 首先说今天内容有点多 我说的快些 首先说 咱们定义一个叫做iDatabase i什么呀 Interface什么 对不对 是Interface一个缩写啊 咱们叫做iInterface iDatabase 说明什么 咱们定义一个接口 接口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两个函数 这函数并没有写作用范围 记住 接口里面的函数 通通都是公有抽象 它是公有的 你不用写public 它也是public 而且接口里面函数 都必须要被实现类 所实现 所有的函数 所有的方法都必须实现 这是接口的定义啊 严谨的定义 好 咱们看啊 我的数据库接口里面 有两个方法 换句话说 只要是实现我这个iDatabase 接口的类 必须要实装 或者说 咱们应该怎么叫 要实现 要覆盖 这两个方法才行 好 咱们试试啊 咱们先来个Oracle 没问题啊 比如说咱们要做一个Oracle的一个数据库连接 咱们要做各种各样的细节处理 没关系 不管啊 那封章在这个方法里面 好 我这儿有一个公有类Oracle 然后呢 Implement 这地方加S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 为什么 它有继承多个接口吗 对不对 当然今天咱现在只有一个啊 所以这加S 我觉得是可理解 好 咱们干什么 Oracle继承了iDatabase这个接口 继承了接口 它需要覆盖这两个函数 override 一个是connect 这个connect 一个是close 这个close 为什么 数据库 你肯定要有两个必须要做操作嘛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关闭连接 对不对 所以说咱要默认实现这两个必须实现的方法 您想想看 为什么接口必须要实现 咱们要做数据库的功能 肯定一个是连接数据库 一个是关闭数据库 这是必须有的功能吗 所以严格定义 你只要想做数据库驱动程序 比如说 那你必须要遵循连接和释放连接的操作 所以这两个方法必须要实现 好 那咱们看Oracle怎么实现 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在控制台打上一行log 就是说 本类 这个类就是Oracle 然后正在连接 这是connect close 是这个类连接之后 已经关闭 那坏话说 我只要调用这个Oracle的connect 它会输出 Oracle正在连接 当我调用Oracle的close 它会说 Oracle已经关闭 这样就能说明 是哪个类执行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好 同理 咱们再做一个MySQL 然后同样是实现了 iDatabase的接口 咱们怎么说的 实现接口 必须要实现 接口里面定义的所有的方法 所以说 在MySQL里面 也定义了connect 也定义了close 没跑 必须得这么写 没有之一 这话说有点奇怪 我怎么看 内容其实和刚才Oracle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 this.class是谁 是MySQL 刚才的这个Oracle里面的 this.class是谁 是Oracle 一会咱们会看到它们的区别 当然了 这个内容实现很简单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释放 换句话说 咱们到现在为止的操作 定义了一个共通的数据库的接口 我同时又定义了两个数据库的类 分别实现相同的接口 因为实现了这个接口 所以这两个类必须要实现 它们共通的方法 connect close 接下来就是要引用这两个DB的类 好 咱们看一下 我这是个man 我这是个man 好 咱们看 这个man里面 首先说我如何操作Oracle 我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如何操作MySQL 我写在这个地方 同时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了一个什么东西 静态的run方法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run方法里面 这个参数类型 大家注意看 它不是Oracle的类的类型 也不是MySQL类型 是什么 是接口类型 对不对 你看 Ideadvice 这就是接口巧妙的地方 我若是接口类型 那么我这个run函数 所接收的参数是什么 是只要实现这个接口的 任何的类的实例 我都能够接受 太棒了 在这地方 我new一个Oracle 阿里说这是一个 Oracle类的实例 对不对 没关系 往run里面 这可以传 我这有一个new MySQL的类的实例 它是什么实例 它是MySQL类的实例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实现了接口 所以照样往run的函数里面 可以传 因为实现了接口 所以说 你这只要是new 不管你什么类型 只要你实现了 我这个Ideadvice的接口 我都能够接收 反正我接收到你的这个变量 我就只用这两个函数 不只用别的 所以说在做设计模式的时候 这个接口的活用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咱们看一下 今天代码的实际运行的效果 来 首先咱们要做一个 Ideadvice的接口 这不是累了 我见 我一斗 我看看 这地没接口是吧 那就累吧 这找啊 我看有没有接口 interface 有接口 OK 好 在接口里面 咱们声明两个 公有抽象方法 为什么我加抽象两个字 因为在Java的概念里 其实别的语言也是一样 一加这个方法是抽象方法 说明什么 说明是必须要被实现的方法 不能不实现 所以叫抽象方法 好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Oracle Let's go 没问题 然后Oracle的实现 其实很简单 拷贝过来 其实这个 因为是咱用Intelligence 它敲也很快 但是咱就为了让它更快 就不敲了 好 再来 再定一个MySQL MySQL Go 然后把MySQL代码也拷过来 这样实现了多time对吧 我这一个接口 能实现各种各样不同的数据库的连接 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编码量也很少 而设计概念又很新 太棒了 好 咱们在这干 这我直接拷贝吧 Man里面首先要有一个静态的软函数 这个没说的 我先问个问题 我这为什么是静态 因为我这个Man本身是静态 我要调用这个软函数的话 它不是静态的话 我调不到 我只能实力化再调到 对不对 所以我为了节省时间 这就定义成静态 好 如果说我这不加static 那我就需要把这Man类实力化 才能调用这个软方法 好 咱们再来 好 这就是先连Oracle 再连MySQL的写法 咱们用一个函数软 通通都搞定 试一下 希望不要出错 go 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一行一行解释 首先说Oracle露骨没问题 然后直接Oracle连接 Oracle关闭 为什么 因为这个run里面 传进来的是Oracle的实力 所以说 它要走Oracle的这两个方法的实现 然后这个Oracle的两个方法 的thisgetclass肯定是Oracle类 所以这要输出Oracle类 换句话说 稍等 换句话说 在我的run里面 你传进来的这个DB 是什么DB 我不知道对吧 我不知道 你是Oracle 但是我知道 你的DB肯定实现了 我这两个方法 我只要DB.connect DB.close 第二用就完了 具体你这个connect 是连Oracle 连SQL跟我没关系 这谁决定的 是你传进来的 这个变量 这个实力类型决定的 非常方便吧 刚才咱们传了Oracle了 现在咱们再传一个 MySQL MySQL 对吧 传来之后 这个run方法里面 它可不知道你是哪个DB 我就知道 我通过这个connect 可能能连你 通过close 肯定能释放你 具体怎么操作呢 那就是各个类 自己去实现的工作了 跟我电影方没关系 对吧 咱们就轻松的实现了多态 咱通过这个函数 就能看到多态的好处 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数据库 以后咱再连个mongo行不行 没问题 再连个postgre行不行 没问题 连microsoft行不行 没问题 就通过这个公用的 接口的实现 咱们能够操作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而咱们不用去关心内部的实现 好 以上就是给您讲解的关于zawa接口的概念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虽然不简单 但应该不是很难 您把我的代码实际运行一下 就能够看到结果 我的代码 包括课件 都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 会放到YouTube跟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